新春佳节是一家团圆的好日子 临近除夕 不少人都已经放假 明星名人也停工归家 与家人团聚 1月20日 跳水皇后郭晶晶更新社交网 与网友分享她跟三个孩子迎接春节的细节 晶晶留言 刚满四岁的小女儿霍忠仪 已经知道春节前要大扫除 她跟五岁多的姐姐霍忠妍 一起拿抹布擦东西 相当乖巧 霍忠仪超级可爱 穿着小裙子 还给自己搭配了一串珍珠项链 很认真的擦桌子 照片中的地方像是家中游戏房 有大大的落地窗 窗边摆放着凳子以及懒人沙发 小桌子上面有象棋 孩子们做完大扫除 晶晶带他们去逛花室 购买水仙 辣梅跟桃花等鲜花 给家里增添年味 姐妹俩穿着同款羽绒背心 他们的头发都有点乱 充满了生活气息 哈哈 九岁的哥哥开始有自己的审美 他的打扮甚有个人特色 在黑色长裤外面套了一条短裤 脚踏一双雪地靴 霍启刚没有出镜 不知道是不是在忙工作 晶晶带三个孩子出门 明显比较匆忙 他来不及给孩子打扮 自己连扎头发的时间都没有 简单套了一件卫衣 就去买花 盲友依旧对他赞不绝口 晶晶就是那么讨人喜欢 尤其是他身上那件五环卫衣 让大家联想到奥运精神 买了花 孩子都要帮忙提东西 哥哥扛着大花束 姐姐手里除了羽绒背心之外 好像还有其他物体 有一定重量 让他整个身体都侧向一边 霍家的教育方式 就是让百亿豪门的孩子们 像普通人一样成长 年28洗邋遢 是广东人的传统习俗之一 腊月28这一天 广东人会全家出动 把家里从头到尾打扫一遍 将厄运煤气扫出门 晶晶嫁到香港之后 每年过春节都遵从当地习俗 前几年他还跟霍启刚 一起做萝卜糕等贺年食品 亲力亲为 名副其实的豪门清流 而这也是大家都那么喜欢 霍启刚夫妇的原因之一 结婚十年 晶晶已经适应了香港的生活 她接受媒体采访 能够以粤语回答问题 虽然说的不算标准 但沟通完全没有障碍 嫁入豪门 晶晶专注照顾三个孩子 偶尔配合丈夫及货家的工作 极少现身上流社会派对 此前 晶晶与香港一众名媛阔态同场 引起网友关注 大家以为她要踏入名利场 后来证实 那样的聚会只是昙花一现 晶晶还是原来的跳水皇后 继续她的清流生活 晶晶退役之后 关注度一直很高 她参加的聚会 都能成为网友谈论的焦点 小年夜 前围棋选手徐盈 在社交平台分享 多张体育界名人聚会照片 其中就包括了郭晶晶夫妇 张怡宁 李宁等等 徐盈透露 聚会由前排球运动员陈亚琼举办 一呼百应请来多位退役运动员 网友笑言 这才是真正的顶流云集 因为郭晶晶的家世不屑 父母都只是普通的工人 因为从小训练又导致她的学历太低 这些和出身霍家 毕业于牛津大学的霍启刚相比 根本不值得一提 无论是哪一方面 两人似乎都不匹配 但在郭晶晶看来 她是贵公子 那自己还是冠军呢 论个人的能力 自己并不比她差 她有这份自信 而这份自信除了耀眼的成绩单 也是霍启刚长达八年的陪伴 所给予的 自从在银瓶上 看见了郭晶晶争战 雅典奥运会的英姿后 霍启刚的脑海里便久久 无法挥去她芙蓉出水的画面 这时 命运又将机会送到她的跟前 奥运会结束 国家体育代表团和往常一样 到港澳地区进行交流互动 香港地区 向来是由霍家负责代表团的接待工作 在当天的晚宴上 霍启刚便两度去找郭晶晶合照 第二次合影时 她疑惑地问 你不是赵国相了吗 对于这个戴着眼镜的翩翩绅士 她有一点记忆 霍启刚有些羞涩地说 那是其他人拍的 自己可能拿不到 两次合影 她已经给郭晶晶留下印象 后来代表团坐邮轮 转去澳门时 她又意外地出现在她的身边 替她拿行李 陪她聊天姐妹 顺带地 她也拿到她的联系方式 有了联系方式 霍启刚也展开了追七之路 只要一有时间 她还会飞去北京和训练后的她 一起吃饭 为了和她更好的沟通 她学会了普通话 用键盘手机学会了拼音 为了记录她每一次比赛的亮影 她开始跨着专业的摄像机 出现在各个国际赛场上 她的长焦镜头 从来只对准她 她坚持不懈地温暖陪伴 终于打动了郭晶晶 两人确立了恋人的关系 但霍启刚的温暖陪伴 仍在继续 多哈亚运会时 她全程陪在身边 时刻给予她鼓励 北京奥运会前夕 她的双眼视网膜 有脱离的征兆 随时面临着失明的威胁 既担心双目失明 又不愿缺席奥运会 郭晶晶十分地焦心 就在她沮丧时 霍启刚秘密前往北京 又秘密地把她带回香港 去面诊业界数一数二的 眼科医生林顺潮 得到立即手术的结果 郭晶晶也做出了决定 照旧参加奥运会 暂缓手术 虽然担心她的身体 但霍启刚选择了理解和支持 就这样 她顶着0.2的势力 稳定地完成了所有的动作 看台上 霍启刚带着妈妈和弟弟 为她加油打气 而颁奖时 霍启刚的爸爸霍振庭 也亲自给她戴上了金牌 如此戏剧的一幕 也让关于两人婚事的传言 到达了废典 在大部分人看来 郭晶晶也可以嫁入豪门 享受生活了 但在她看来 自己的价值是体现在比赛中 体现在好成绩里 于是她继续追求着 自己的跳水梦想 在退役之后 她又选择了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 到国外学习语言 霍启刚也依旧选择了支持 直到2011年8月27日 郭晶晶才松口 答应了霍启刚的求婚 而一年后的世纪婚礼 无论是霍家的态度 还是郭家的气度 都让人无法轻看郭晶晶 03 霍家的态度 郭家的气度 在郭晶晶答应求婚之后 霍启刚几乎是立马开始筹备婚礼 她亲自设计了勤俭 把郭晶晶的名字放在了前面 勤俭长达22页 讲述了他们相恋的全过程 如此厚度 被网友调侃 大概是写了一本书 霍家更是给出了上千万的聘礼 定制了上千万的钻戒 和12套价值百万的禁酒符 以及一套北京四合院 面对如此大手笔的聘礼 郭家父母很是淡定 转手就将聘礼 转到郭晶晶的名下 前去香港参加婚礼时 国家父母还婉拒了霍家 订的头等舱 老两口坐着经济舱 再转巴士才到达香港 他们不想太过张扬 向来也低调惯了 婚礼当天 娱乐大咖 商界名人和政界要员齐聚一堂 霍振廷发表感言时 曾感谢郭晶晶 称是霍家高攀乐 给足了他排面和尊重 这场婚礼耗资三千万港币 耗时八个小时 也足以见得霍家 对于郭晶晶的满意 而这份满意 也让郭晶晶 能够选择婚后的生活 也能够影响霍启刚 对生活的态度 婚后一年 他生下儿子霍中西 在儿子三个月时 他和霍启刚搬出霍家老宅 住进了旁边的小别墅 搬家的过程 夫妻俩亲力亲为 他拿衣服 他拿儿子的纸要裤 让人意外的是 这对豪门夫妇搬家用的 还是普通的编织袋 更让人意外的是 从此以后 媒体总能拍到 他们带着孩子逛超市 或比三家的挑选物品 甚至夫妻俩 能坐在广场的阶梯上 啃面包 一有时间 他们就带着孩子 去体验种田 给他们穿的衣服 也是在路边摊买的 在其他的富豪家庭 这很容易被外界 看成是作秀 郭晶晶却不一样 因为他并不刻意表现的 在嫁入霍家十年的时间里 他也从未改变过 坚持自己的朴素之时 郭晶晶在出席活动时 也给了举办方 最大的重视和尊重 因为他要求孩子 必须完成作业 才能去和爷爷玩 因此被霍振婷笑着吐槽 温柔是对外人的 再加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 能够不插手孩子的教育 也足以证明霍家 对于郭晶晶能力的认可 以及满满的尊重 或许对于郭晶晶来说 忙碌自己的事业 忙碌孩子的教育 比所谓的贵妇圈聚会 来得更加重要 也更加有意义